台拳道 台拳道的艺术 我们这套少儿跆拳道教程 针对少儿的生理和心理特点 精心编排 让孩子们可以系统地掌握 跆拳道技法 少儿跆拳道的各种立法 踢法 格挡 防御 以及体能训练 能够增强少儿的身体柔韧性 和灵活性 提高身体耐力和肌肉的爆发力 起到强身健体和自卫防身的作用 少儿学习跆拳道 不仅可以促进骨骼的生长发育 增强体质 提高形象思维能力和创造力 更可以磨练意志和胆识 树立自信心 培养勇敢果断 勤奋顽强 坚韧不拔 积极向上 礼让谦逊的精神品质 为以后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大家好 欢迎进入我们正博会 跆拳道青少年跆拳道训练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基础部分 首先马步冲拳 公布 外当防御 前踢 横踢 基本腿法 加品势 太极 一字八张 加击破 下面我们首先学习的手法 由林小宇同学为大家来演示 起立 好 李正 敬礼 好 准备 首先 把右手展开 右手展开 五指展开以后 好 四肢变拢 一 四肢变拢 拇指不要动 二 第一节弯曲 手指第一节弯曲 三 第二节弯曲 四 好 第三节弯曲 五 把拇指扣压在食指和中指的第二个人处 握拳 好 把五指展开 首先 一 四肢变拢 二 第一节弯曲 三 第二节弯曲 四 第三节弯曲 在弯曲以后 在击打目标的时候 拳头呢 是握平的 好 拇指向不要动 靠 食指和中指的根部 在击打到目标 防止两个手的手指 食指和中指的是错位 一错位就容易受伤 在击打到目标的时候容易受伤 好 这时候用拇指的牢牢牢扣住在食指和中指的第二关键处 拳头用力握紧 握成使拳 用力握紧 拳呢 不能握成空心拳 空心拳在击打到目标的时候 容易呢 里面有空虚 会受伤 好 把拳头握紧 好 再来一遍 把食指展开 首先 一 食指并拢 二 第一节弯曲 三 第二节弯曲 四 第三节弯曲 五 把拇指扣压在食指和中指的第二关键处 好 把手放伸两侧 刚才讲的是握拳 下面是手刀 手刀呢 先把右手展开 五指展开 四肢并拢 好 第一节稍微尾弯曲点点 尾弯曲点点 好 把拇指扣压在虎口位置 手刀 在做手刀的时候 由马步单手刀 三齐步单手刀 手腕和手臂和手掌 要蹦跳直线 指手指的第一章 手指的这个第一节弯曲一点点 好 手掌要蹦直 手掌要蹦直 手掌不蹦直的话 手刀没有力 手掌蹦直 好 手后来 好 下面讲灌手 把五指展开 灌手 好 首先四肢并拢 第一 第一节尾弯曲点点 把 中指挽回收齐 中指弯多点点 弯多点点 三个手指 手指要在一条直线上 把拇指扣下在护股位置 灌手 主要起到表演插击和喉管部位 灌手 好 再来一遍 五指展开 一 四肢并拢 第一节尾弯曲 你收多点点 收齐 跟食指 收齐 好 把拇指扣下在护股位置 四肢并拢 把手收回来 立足 敬礼 好 准备